我们的电视节目 首先是新闻联播 然后请看电视系列节目神州风采 少儿节目全国动画片展播 最后要闻民工潮冲击过后 接下来是动物世界语焰 意志片紧急下潜 中间插播晚间新闻 各位观众 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称 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 进驻天安门广场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新华社报道 戒严部队指挥部消息 从昨天开始 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 近一个多月来 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 已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戒严部队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 采取坚决措施 平息这场暴乱 今晨五十左右 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 同时撤走 昨天凌晨 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入城 进驻一些重点保卫目标 在极少数人煽动下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在各处设置路障 使一部分入城部队暂时受阻 暴徒们公然袭击殴打 绑架解放军之战员 在六部口 一伙暴徒拦截了一辆解放军运送武器装备的汽车 并企图抢劫武器弹药 为了保护武器弹药不致落入暴徒之手 下午二时 北京市公安干警 武警在部分学生的配合下 驱散了暴徒 夺回了这辆汽车和武器装备 随后暴徒们又纠集一些人 冲击或围堵中南海新华门和西门 以及人民大会堂 一些暴徒闯入一处工地 抢走大量钢筋和砖石 准备制造更大的暴乱 入夜 他们四处煽动不明真相的人 围堵各路入城的戒严部队 暴徒们用砖头石块和凶器 殴打数百名解放军之战员 武警战士 公安干警和维护秩序的群众 在民族文化宫门口的一名战士 和建国门桥上一名战士 被暴徒们活活打死 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 尸体被挂在复城门栏杆上 崇文区的工人和群众纠察队 在营救被打伤的战士时 遭到从前门饭店附近窜出的 一群暴徒的袭击 武警一支队一辆救护车 拉了八名受伤的战士 送往人民医院门口时 被一伙暴徒拦住 当场就打死一位战士 暴徒还叫嚷 要把其余七名战士 一个个打死 有四名受伤的战士 在医院急救后 乘救护车 在东丹被一伙暴徒拦截 其中两名战士被绑架 至今下落不明 在前门一家自行车航门前 有三名解放军战士被打伤 暴徒们竟叫嚷 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 在府右街 暴徒们拦住一辆北京吉普 车上的一名解放军军官 被暴徒们拨光衣服 肆意侮辱 在翠维路附近 一辆军车被暴徒们烧毁 十几名战士被烧伤 一辆消防指挥车也被砸毁 还有一伙暴徒 哄抢西单的一个商店 见东西就抢 见人就打 前往驱散暴徒的武警战士 有几十人被打伤 一群暴徒甚至越过栏杆 冲进广播电影电视部院内 烧毁汽车一辆 砸坏汽车七辆 据初步统计 暴徒们今晚 共烧毁砸毁军车三十一辆 警车二十三辆 装甲车两辆 公共汽车三十一辆 人民的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天安门广场上 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公自联 向广场上一些人 挖了菜刀 匕首 铁链等凶器 并通过他们架设的喇叭 公然鼓噪人们 拿起武器 推翻政府 还有人继续发表 煽动性反动演说 气焰十分嚣张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